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新版长赵二 林政策去年上路 为福布编给各地方府79亿元 但是根据媒体调查 至少28亿元回缴 执行率只有64% 明显偏低 追究原因包括参与个案太少 服务人员不够 据点太少 包裹市复兴有疑虑等 批评政策是看得到用不到 自由时报报导 高雄去年掌照经费回缴五 55亿元 执行率持有约63% 高市议员郭建盟分析原因 包括只有三成民众 听过掌照管理中心 新政策显然宣传不够 其次服务项目不等 被照顾者需求 如居家服务 时段及对象都无法指定 第三则是照顾人力缺口很大 高雄持续3651人 但只有1537人 照服务员缺口达到2114人 联合报报道 新北市加义县的执行率都六成多 主办人员都抱怨事办范围小 服务据点少 导致个案少 新北更指民众对居家服务 包括市支付新制有疑虑 参与新制个案少 台北市长照需求约六万人 但其中有四万多有景外籍看护 实用有限 桃园市执行五成多 分析原因就是日照中心总服务人数不多 且多数高零者多有亲友照顾 经费才花不完 但苗栗县报院制度将化 如服务机构必须同时具备社区整体照顾服务 A B C 级服务才能申请 且限制一厢镇只能设一 各A级中心 制身办的服务机构少 执行率自然偏低 今年松绑渴望改善 花莲去年约有一 五亿元掌照经费 但缴回三分之一 原因就是照服务员严重不足 流动率高 加上薪资偏低 制掌照政策至爱难行 李导连江县直说 薪资上限太低 根本请不到人 如物理治疗师 只要6至7万元 未付不止和4至5万元 根本请不到人 照服务员一样 且厂商不愿合作